吸烟与头疼有没有关系呢 像大部分的吸烟患者 他们是不觉得有头疼的 并且在我们头疼里边的诱发因素里边 吸烟跟它的关系也不大 除非什么样的人可能会 吸烟会它有关系呢 要不是敏感体质 偶乐的抽烟一下 可能会诱发头疼头晕 这样的人可能对烟草特别敏感 可能出现 另外的一类人可能是抽烟量特别大 像一天抽三包两包的烟 烟草抽烟量非常大 它可能也能对头疼有一定的关系 像大部分的人抽烟的人 可能都是说它对头疼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 抽烟它主要影响其他的心脑血管 它主要影响于肺脏或者是其他的部位 跟头疼的关系不是太大 有个朋友讲他可能换了一种烟 换了一种烟之后 然后抽了之后 然后出现了头疼头晕的情况 那也可能都是于这个烟 品牌改变之后 然后可能里边的 像尼古丁 胶油 这些东西含量的